泰國人至拆穿哈馬斯方言 被俘虜以軍或成為談判籌碼 中共老朋友機身格去世 加拿大手獲中國制假硬幣 已經在全國流通 中國經濟蕭條 廉價軍生熱賣與勇生制燒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在30日以哈亭火交換囚犯進入第六天 哈馬斯交出12名以色列人和4名泰國人 其中包括一名美國人 這是加沙戰爭停戰延長兩天的最後一天 休戰六天總共釋放了97名人士 但仍然有145名人士 被哈馬斯關押 30日協助滑船的卡塔爾證實 休戰再延長一天 雙方會再釋放人士和囚犯 以色列方面獲 已經收到新人士名單 但以色列方面仍然表示 以色列軍隊已經準備好 立即恢復戰鬥 另外有消息透露 哈馬斯曾向以色列提出了一份新的要求清單 但卻被以色列拒絕 並且要求哈馬斯不要啰嗦 必須在上午7點之前 履行談好的釋放人士協議條款 否則新一輪的攻擊 很快就會再次發生 七國集團外長 以及歐盟高級官員 呼籲以赫進一步延長停火 並且要求哈馬斯無條件釋放所有人士 但據消息人士的說法 哈馬斯想靠換囚犯 延長停火 事實上遇到一個麻煩 他們都不清楚 剩下的人士在哪裡 受到伊朗支持的加沙武裝團體 伊斯蘭聖戰組織聲稱 手上握有超過30名人士 其他較小的恐怖組織 可能握有超過20名人士 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 都參與了28日的交換囚犯行動 顯示哈馬斯正在由其他組織手上 獲得交換的人士 另外有報導指 哈馬斯高層 正謀求以被捕的以色列軍人 交換拘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 在以下的休戰協議 被捕的軍人一直都沒有納入交換協議 哈馬斯想將他們當作重要的談判籌碼 以下暫停交火協議 預定30日凌晨到期 哈馬斯官員 前加沙衛生部長 內姆表示 他們正在經歷艱苦談判 來延長休戰限期 內姆在南非開普敦透露 他們準備釋放所有以色列軍人 來交換哈馬斯所有囚犯 加沙武裝分子10月7日 對以色列發動前所未有的特襲行動 殺害多數是平民的大約1,200人 劫持大約240人為人資 為了回應這場攻擊 以色列誓言 要消滅哈馬斯 並且發動空中和地面攻擊 行動主義團體表示 目前有超過7,000名巴勒斯坦人 囚禁在以色列監獄 他們其中很多人的地位 比目前為止釋放的囚犯要高很多 以色列日前也表示 只要哈馬斯持續每天釋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 就同意延長休戰 不過隨著越來越少苦餘被釋放 哈馬斯迫不得以考慮 同意釋放部分被捕的以色列男子 以色列國防軍就表示 無論是重新開火 或是繼續停戰 他們都已經做好準備 外界關注的年近10個月大 最小的人資 和他4歲大的哥哥 以及他們的媽媽 被哈馬斯宣稱已經喪生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我們正在努力 讓我們的孩子回來 哈馬斯只是想要更多的恐怖分子 哈馬斯也開足宣傳機器 吹噓他們 如何善待人質 但是日前就被泰國人質拆穿 相對於之前有獲釋的泰國人質聲稱 他們被關押期間沒有受到虐待 火食還很好 不過最近幾天 由哈馬斯手上獲釋的一名泰國外籍工人 就揭露了另一種真相 他作證說 和他混在一起的以色列人質 受到綁架者的嘔打 包括用電纜嘔打 這名沒有透露姓名的泰國人質 向以色列國防軍 講述了他被囚禁期間的經歷 並且表示 以色列人受到極其嚴厲的對待 甚至被和他們一起關押的外國人 還要嚴重 他說 我和以色列人在一起 一直都有警衛 和我在一起的猶太人 受到更嚴厲的對待 有時他們會被電纜嘔打 他補充說 人質的食物很少 每一天一個口袋餅 有時我們四個人 會分享吞拿魚罐頭 有時會有一塊芝士 他特別指出 和他一起的以色列人 受到哈馬斯比其他人更嚴厲的對待 所有人質都嚴重營養不良 每天只能吃一個口袋餅 以色列外交部長科恩表示 以色列致力於挽救所有人質 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外國人 並且將以色列和泰國的關係 描述為真正的友誼 人質問題還未解決 30日上週 就有兩名恐怖分子 在耶路撒冷發動槍擊 在巴士站等候的以色列平民 被兩名槍手射殺 攻擊事件已經造成3人死亡 至少有7人受傷 恐怖分子很快就被兩名以色列 安全部隊士兵和一名開車經過的武裝平民擊斃 據報導其中一名兇手和哈馬斯有關 事發當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訪問 布林肯表示今次槍擊是一個警醒 提醒大家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每一天都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 網民就議論了 哈馬斯繼續在背後指揮屠殺無辜者 如果以色列對恐怖分子深持手軟 所有愛好和平的人都得不到安寧 一名致力於倡導和平的以色列85歲老虎 亦是被劫持的人士之一 他向外界表示 在被扣押最初幾天 哈馬斯加沙領導人辛雅去過那裡 辛雅據信是今次恐怖襲擊的策劃者 這名老虎質問辛雅 對我們這種多年來支持和平的人做這種綁架的事 不敢到羞恥嗎 辛雅無言以對 11月29日在紐約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兩燈儀式 在洛克菲勒中心舉行 沒想過竟然迎接了一批不速之客 這群趁巴勒斯坦的抗議者 肆意破壞西方民眾 珍惜的慶祝聖誕節的和平氣氛 並向警察發起挑釁 於是很快就被警方制服 最近贏得荷蘭大選的右翼自由黨領袖 華爾德斯日前公開表示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國家 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是因為土地 而是因為民主價值觀 他指出 穆斯林和民主體制格格不入 他的政治目標是停止移民穆斯林湧入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 也完全不掩飾地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 當有人問到 參議員 你是不是呼籲停火的時候 他沒有猶豫地回答 不會 我希望以色列摧毀哈馬斯的每一個部分 他們是凶惡的動物 還有人追問 那巴勒斯坦平民呢? 他回答說 哈馬斯有百分之百的責任 他們應該停止躲在平民背後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在當地時間11月29日去世 基辛格被中共稱呼為老朋友 基辛格事務所在當日的一項聲明中說 基辛格在他位於康涅迪格州的家去世 中年一百歲 1970年代 基辛格擔任共和黨總統尼克遜的國務卿 後來尼克遜因為水門事件醜聞 而在1974年辭職之後 基辛格的影響力也日漸削弱 在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上世紀70年代 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 同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會面 促成了尼克遜1972年2月訪華 之後中美敵對關係就逐漸緩和 在美國歷屆政府之中 基辛格的對華政策被外界批評為太親共 中共也不止一次稱呼他做老朋友 今年7月 基辛格訪問北京和中共黨魁 對習近平會面的時候 習近平再一次對他說 我們不會忘記老朋友 但是隨著基辛格退出美國政治權力中心 而且美國朝野對中共的態度日漸強硬 因此外界普遍認為 基辛格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 加拿大警方 連環在魁北克省和安大陸省 手獲大量疑似假的2元加拿大硬幣 專家表示 這種假硬幣已經在全國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假硬幣是在中國製造 加拿大環球新聞報導說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的海關人員 是在今年1月 在滿地可 米拉貝爾國際機場的聯邦快遞 Fedex的倉庫裡 手獲了1萬2千多枚 而只是假的2元加拿大硬幣 法院記錄顯示 灰北克省一名男子 涉嫌司徒以每個加拿大五仙 再加運費 由中國一間金屬硬幣製造廠 入口超過2萬6千枚假的2元加拿大硬幣 已經面臨刑事指控 邊境服務局調查人員 隨後在這個疑犯家裡進行搜查 又發現另外1萬4千多枚假硬幣 令到假硬幣數量 累計達到2萬6,630枚 當局公布了這些假硬幣的照片 並出示了 據說是由中國訂購 並在灰北克流通的2萬6千枚假硬幣的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假硬幣 並非只是在灰北克省出現 安大略省也發現假硬幣的蹤影 安大略省蘇星馬利市警方已經證實 他們在今年3月 也逮捕了一名當地人 這個人也擁有同款的假硬幣 只不過數量較少 警方由他那裡收獲並沒收了15枚假硬幣 加拿大假硬幣專家馬歇爾 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這兩組假硬幣 應該來自同一間製造廠 灰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發現的假硬幣 都印有2012年的年份 這些假硬幣的圖像和年份 和真的2元加拿大硬幣相比 都有明顯區別 業內人士一眼就可以判斷 但是對普通民眾來說 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他們在眨眼看之下很像真 由於2元的面額小 沒有人會特別留意硬幣的真假 所以容易上當 中國經濟蕭條 引發消費降級潮 今年冬季 昂貴的羽絨衣 銷情慘淡 廉價的軍衣 就突然熱賣 一間河南商戶 一個星期 就賣出一年的銷量 網友表示 這是消費降級的又一個鐵證 賣家公眾號報導 河南年輕人張東東 做了5年勞補用品生意 他說今年軍衣買得特別火爆 差不多一個星期 就賣出了往年整個冬天的銷量 張東東說 來店鋪買軍衣的年輕人增加 很多訂單的地址都是一樣的 都是寄去同一間學校 還有些買家 一次過買了好幾件 說是為整個宿舍的同學採購 網上流出很多影片 隨著冷空氣侵襲 軍衣成為中國高校校園裡的 一道獨特的風景 大學生不論男女 組團穿軍衣出行 好像又回到那個物質缺乏的 六七十年代 對比款式新穎的羽絨衣 軍衣款式單調 唯一的優勢就是便宜 一件軍衣的售價只有幾十元 貴一點的百多元 有網友直言 一件與用衣 價格由幾百到幾千 相比之下 軍衣保暖而且便宜 可以說是性價比之王 也有網友表示 軍衣和薯仔一樣 經濟越蕭條 這種低端商品 就會熱賣甚至加價 還有網友說笑 軍衣熱賣 是消費降級的有一個鐵證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有關年輕人消費降級的話題 頻頻引發熱烈討論 11月初 年輕人礦商場 只去B1、B2的話題 登上熱手 原因是目前更多年輕人消費 更看重的是消費價值本身 B1、B2的零售餐飲小食 通常比較親民 關鍵是便宜 反向消費成為年輕人 集體掩住荷包的一種消費觀點 中國問題專家王黑表示 出現這種現象 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底子 在動態清零這三年裡 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 而且民眾更通過躺平拒絕消費 來表達對中共當局的不滿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